在2023年中国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1月16日 在圣盖博士喜来登酒店举行新春招待会 600余位中美各界人士出席 共同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会场内张灯结彩 气氛喜庆祥和 中国驻洛杉矶代总领事施远强 在招待会上致辞 向领区广大华侨华人 留学人员 中资企业员工以及各界朋友 致以节日的问候 施远强说 过去一年 领区对华交流合作 保持良好势头 各界朋友长期致力于中美友好交往 对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 抱有真诚期待 付出 不懈努力 充分说明中美人民友好 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 广大侨胞积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努力当好中美友谊的重要使者 为增进中美人民相互了解 促进中美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 施远强表示 新的一年 总领馆愿同领区各界朋友和同胞们一道努力 认真落实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共识 深入推进两国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 夯实中美关系的民间基础 将继续践行外交为民的理念 为领区侨胞 留学人员和中资企业员工提供更好的服务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新 加州财政部部长马世云 加州参议员罗伯特赫兹伯格 加州众议员方树强 盛盖博士市长丁严宇等政要 在招待会啥致辞 感谢广大华人对当地社区做出的贡献 向大家致以新春的问候 新的一年吧 这个我们总领馆要继续这个为拓展和这个领区各个地方政府和领区各界的交流合作 为促进我们这个中美关系继续这个不懈的这个努力 同时我们也将一如既往的秉持这种外交为民的理念 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广大的侨胞 为我们的留学生 为我们的中资企业的员工 付好物 我们有一句话 总领馆永远是大家温暖的家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